大家好,我是Dreamer,欢迎来到我的投资频道 这一期我想大家应该都感兴趣 就是我想给一些我们公司刚刚提供的 湾区8月份的房市数据 然后现在的房市和股市一样 就是包括这个夏天也是气温反常的火热 我刚刚去了一趟蒙特尔利尔去那边避暑 然后回来,那边人特别多 所以呢,我就在想那个疫情之下吧 这房市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 今年夏天是比较反常 因为是火酒见年嘛 夏天也跟往年不大一样 其实一般的市场到了Summer的话 应该都是slow down的 但是今年呢是反常 就是是从6月底开始 反而进入那个 有点像春剧的那个行情一样的 那你看我们公司就是给了一些数据 就是Summer Market Recap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Summer的话呢 Property就是在市场上 大家的时间平均时间是22天 它是一个record low 就是根据那个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的那个报告呢 是比往年的夏天在市场上的day on the market都更短 那就说明就是今年的暑假的买家比往年都多 然后呢那个成交量是比那个去年的7月上升了4.7% 这个数据也是比较下人的哈 那就是说明最近从6月份之后一直到8月份 大家很多买家都活跃在市场上 就是购买买房的热情很高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下面这些是按湾区的county一些统计数据 8月份出炉的新数据哈 它就是显示呢那个交易量和成交量都在继续强劲反弹 而且就是Summer Tier的一些区域呢 库城还有回升的现象 现在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说市场上的买家卖家都很积极 卖家在积极卖房 买家在积极买房 就说明大家对这个市场之后的走势呢 出现了一些分歧 卖房有卖房的理由 买房有买房的理由 还有一些的那个Motivation是来自一些换房的人 就是换房的人他就一般就有两单嘛 一卖一买 所以也给这个成交量贡献了他们的一份力量 可以看一下Santa Clara County呢 在8月份 它的上升就是成交的那个房子呢 是上升了13.5% 新的listing就是库存是上升了10.4% 然后medium sale price 就是整个中位数的房价呢 中位中位数房价的价位是涨了3.2% 然后Santa Clara County呢 它的new listing是上升了30.7% 然后成交的房子上升了8.7% 它的房价一如既往的就是说超越了南湾 涨幅高达4.6% 就是平均的中位 中位数位的那个价位的房子是 也比南湾要贵啊 将近是161万这个中位数的价位 那Alameda呢 是一如既往的比南湾和半岛都要slow 你看它的成交量没有 没有说上升太多哈 它也就是上升了一点几个%的 我觉得这就属于正常浮动吧 就说明那边的卖家跟买家都不是太多 而且那边的房价比南湾跟半岛都要更便宜 那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 single income或者是不想买南湾 或者是买不起南湾跟半岛的呢 一般又想要学区的呢 会去Alameda那边买 那边一般就是住家的吧 double income的一般买的那边的不多 我感觉哈 那它就是那个房价也稍微有点有点回升吧 涨了2.6不是特别明显 没有半岛跟南湾那么明显 好那Country Costa这个Country呢 它的房价涨幅是比较明显 因为它的本来的价位也更低嘛 所以涨了8.9% 那呃成交量上升了7.9% 新的listing库存上升倒不是特别明显 那你们知道吗 疫情以来大部分买家他们换房的人 他都想要找什么样的房子 他要找的房子就是说 一般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因为疫情憋在家太久了 大家出去也不会很方便 在家可能有些人觉得空间不大都快憋疯了 所以有的2018年的买家 买的townhouse跟condo的已经迫不及待的换房子 一个是大家想要很大的后院 就是大后院的话 活动空间起码可以出去舒展一下 对吧 然后在自家的院子里运动一下 打打球啊 或者干点什么事的话也方便一些 还有就是family space吧 小孩子也不能上学 然后大人也要work from home 特别希望每一个人就是说空间都要大一些 一个是你的living space kitchen啊什么的都想大一些 还有就是在家办公嘛 就特别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office 那比如每天早上起来的话 我们家三个小孩基本上一个人要关一个房间 然后我先生要在家上班 那我是属于那种工作比较灵活的人 但是我也就是说时时刻刻都是也要有一台自己的电脑 不希望别人干扰我 那就会觉得可能之前2000sqft的那个房子 可能就觉得是不是有3000sqft的房间数目多一点 这样大家互相不干扰 那样就是说能够长期抗战下去了就会好一些 还有就是你的前门 前门就是说希望就是比如说有人送包裹来或者什么的啊 你那个不容易丢 所以现在疫情期间有的人没有什么安全感的 还有可能有的人希望买那种gated community也是有可能的 那基本上具备这些特征的房子呢就会比较好卖 而且呢就是说竞争也比较激烈 大家都想要一样的房子嘛 这就是一个疫情的新趋势 那condo跟townhouse呢 没有说出现特别火爆的情况 就是一些房子型和那个房子特征 它在出现一些分化 那你知道吗 那个湾区刚刚我前面那四五张图 显示的是湾区中心地带那个county的走势 那其实更远一些的地方 现在疫情导致的一些短期趋势 就是很多人跑去离湾区更远的地方 靠山靠海靠湖的地方去买一些度假屋 或者是second home 你看这个lake county啊 它的那个成交这个市场趋势走的数据 是不是比湾区中心更猛 你看它的medium sale price 29万亩 然后呢它的一年的涨幅 今年一个一年就是说涨幅都超过两位数 这个看起来是非常吓人的 那其实一个原因就是说大家想去更宽阔的有自然环境的地方呆着 因为都walk from 顺便去度假算了 然后加上它本身的房价那边也比较低嘛 所以呢弯曲中心其实很多人跑到那边去买房子的 那你那个new listing呢 它的库存并没有上升很多 可是成交量上升了32.6% 这个是那个lake county那边的情况啊 那就是说像那个montary county的话呢 它的sold listing更加吓死了 上升了42.1% 这一块的风景的确挺好啊 我这两天在那边待了两天 然后刚刚回来觉得你在家关久了 其实就算你有一个独立屋什么的 你还是想要去这种就是有山有海的地方去活动一下 然后小孩子也挺高兴的 那它的new listing呢库存也没有上升很多 但是它的sell price呢 你看这两个county都上升了两位数 都还还蛮明显的 明显比那个Sanacala半岛的涨幅都要更大 那这montary这个周末呢能特别多 我跟你说大家都不怕死的那种 都跑过去餐馆里面是那个吃饭多排队 那个大街上挂的牌子 我拍了几张回来啊 一个是都要求大家戴口罩 mask如果你没戴的话 罚100块钱 然后呢小孩特别小的小小孩 我们家那个最小的那个小孩 他不愿意戴口罩的话 就给他买了一个那个遮住脸的帽子 然后餐馆里你看着好像没什么人 其实都是在外面排队啊 我跑过去一问午饭要多久 他让我等两个半小时 所以我就没有等就走了 里面也都是吃饭的了 现在餐馆就是说他不能在室内吃 你都得在室外摆桌子 然后在那吃 hotel里面也是人都满的 就那个停车场吧 你只要找一个位置都很难找得到 那其实出去住hotel吧 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那我一般就会带上一个uv lamp 就是那个紫外线消毒灯 你实在是想要出去玩的话 把这些消毒措施做好 带上那个湿纸巾啊 口罩啊 然后那个医院的消毒的那个uv的灯 到一个地方 住的地方你先把它开一两个小时 就是把那个角落里或者能看到到看不到的细菌都先杀一下 可能心理上感觉好一点吧 那你看我在monterry拍了一些照片 我觉得还挺美的 就是你很久没有去那么开阔的地方看一下 就是还是蛮舒服的 尤其小孩子可以在沙滩边上 就是捡贝壳呀 然后堆石头什么的 他们还都挺开心的 好那对于现在这个市场的湾区房市的趋势呢 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啊 那8月份呢 我是有帮三个卖家在卖房子 然后呢帮四个自助买家和两个投资客买到了房子 我怎么说 我就觉得那个最近呢 这一两周不但自助买家比以前多 而且一些投资客也胆子大起来 也跑出来买房子了 有一些是要做1031的 他是不得不买的 还有一些就是说 属于那个分批建仓的那种啊 就是说之前3到6月份他买了一些 然后他现在看到不错的固定 他继续买的那种 然后自助买家呢 其实去下单的时候竞争都很激烈 那种好一点的独立屋吧 都是几十个offer 加价的那种 就是真的是觉得 现在你可能要下好几个单才能拿到一个房子 那我觉得不管目前是怎么样火热呢 我们需要继续持续的关注这个库存数据 因为市场都是在动态变化着的 那股市的瞬间变化 就比如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那个暴跌哦 不管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我们其实都需要be alert 然后房市也需要关注那个inventory的变化 虽然一些数据显示就是说 那个mortgage underwater的实际上只有6个percent 就是大部分人他是不大可能被forkroger的 但是我觉得也要就是关注一下各个county的inventory数据 那基本上每个月的数据一出来呢 我都会第一时间跑去看 然后结合我自己对市场的感受 然后做一个短期的判断 长期的话呢 其实目前的房市都是有一点点看得不大准 因为呢 他这个政府的政策 包括他怎么样处理那个付不起房租的 那个租客的租金 还有对那个inventory方面的政策呢 对房市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短期呢 我只能看到短期一两个月的行情 那更远的话会有点看不清 加上那个11月份的大选 就是也存在不确定性吧 所以我只能做的 就是说短期内 我去感知市场 然后结合那个公司提供的一些数据 做一些短期的判断 那其实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很多那个谈论房市的那个博主吧 他天天唱衰市场吓唬人 一天一天就是说要崩盘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种的视频好像看的人非常多 因为他一般会更有市场 符合很多那种之前的踏空 或者不敢入场的散户的心理 所以大家喜欢看那种视频 就是为自己的踏空和不敢入场呢 寻找一个心理上的support 这是我的理解哈 那其实买完了的人 他是不大去看那种的 那看多了不自己吓唬自己嘛 那我个人认为呢 我自己也是一个长期投资者 包括我的那些比较资深的投资客 我们的理念都是 只要房子有good deal 我们就继续买 我们不大去就是说去看那个吓唬人的东西 然后也不需要买完去继续观察那个市场的短期动荡 就像你股票做短线的话 短期的波动对你来讲 除了增加你的精神折磨 没有对你的长期投资没有任何帮助 那那些不敢进场的买家呢 他们有可能看来觉得未来还是要跌 我觉得如果他没有ready的话 也不需要就是说去劝他们入场 他就说你劝进去了 万一之后真的跌了呢 那他不是要怪你吗 对不对 他自己没有ready的话 就等他 就是说心理上ready以后再去买会更好一点 那我是觉得不能排除说明年会继续跌 因为反正这个市场短期不是长期就是跌 那还能怎么样呢 他不暴跌其实就不错了 对吧 那你也可以坚持你的信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在里面 但是就像我说的 市场一般不会按逻辑走 然后赚钱的永远是少部分了 在市场最恐慌的三到六月份的时候敢于跟市场反着做的呢 基本上都就说现在看来都赚到了 那市场是永远都是efficient的在我看来 因为他房市吧 跟股市还不大一样 股市的短期波动 就是说是那个心理学或者是消息驱动比较大 那房市的话 他基本是由工区驱动 而且里面有一些心理学的因素在里面影响着这个市场 那房区湾区的房市呢 我觉得因为它的特殊性吧 还有跟股市的关联性 它会继续它那种一哄而上和一哄而散的那个风格 所以呢 其实在每一年的房市里 它都会有一个高点和低点 然后高点和低点插个10%20%是非常常见的 好 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我提供的那个data和我的观点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那我觉得投资的路上是要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走 就是没有什么快捷的途径 那我的分享如果能帮到大家 我当然很高兴 如果是我的预测和观点不正确的话 大家也不要怪我 因为我只是纯分享 不负担 就是风险需要你们自己去承担 好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